哈喽大家好 LeBron James的儿子Bronnie James 18岁就净值高达1000万美元 出入都有限量版超跑 带性感网红女友出入社交名流场合 作为最伟大球员之一的张皇儿子 你有办法想象他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吗 Bronnie James在2004年10月6日出生 当年也是爸爸LeBron James 在2003年NBA球季初登版 而且大放异彩并获得新人王之后的球季 Bronnie小时候就展现异于常人的运动天赋 什么运动都玩 当然除了篮球之外也踢足球 但有趣的是 Bronnie虽然喜欢打美式足球与冰上曲棍球 老爸詹皇则是因为安全问题禁止他 从事这些需要有巨大肢体碰撞的运动 现年18岁的高三生Bronnie 身高6尺3寸 约191公分 可以打控球后卫与得分后卫 虽然身材并不出众 但是许多球探认为 他对球赛的掌握度非常好 毕竟他投篮姿势顺畅 拥有出色的大主观与传球视野 即使如此 在知名运动网站ESPN的高中生排名 也只有在地34名而已 不过没有关系 Bronnie已经收到许多Division1的知名篮球学校提供的奖学金 包括肯塔基大学 曼菲斯大学 密西根州立大学等 但是老爸张皇放话表示要和Bronnie同队一起在NBA效力 不过要等到2024年Bronnie才能够参加NBA选秀 LeBron想要跟美国职榜的Ken Griffey副资党 一样达到传承的伟大事迹 除了运动之外 Bronnie也喜欢打电玩 2020年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知名的电竞联盟Face Clan 他最喜欢的游戏除了NBA 2K之外 还有射击游戏Call of Duty与Fortnite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Bronnie在篮球场上 拥有好的视野能力 除了与电竞场上合作之外 在2022年底 Bronnie也成为Nike学生篮球的代言人之一 另外他还加入了与老爸同样的Clutch Sports Group 运动经纪公司 现在Bronnie的社群网站已经快超过700万人追踪 这可是比许多现役胡人球员的追踪人数还要多 不过他的高人气并没有拉拔到女友Payton Jofusso的追踪人数 大概快5万人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至少不是像许多网红一样花钱买的 现年19岁的Payton与Bronnie谈姐弟恋 根据他们的高中学校资料 Jofusso曾经参与过校内活动 像是足球 山山排球 以及网球 另外过去两年的高中舞会 都是Bronnie开着超跑在女朋友去的 这也是为什么两人的恋情会被八卦网站揭露 如今女友已经上了大学 两人分隔两地 Bronnie还是不忘为女友庆祝生日 甚至飞到达拉寺一间餐厅 送名牌之外 也写了一张生日卡片 上面写 Celebrating my amazing wife 难道两人的婚事尽了吗 无论如何 Bronnie James已经是人生胜利组 现在就让我们期待 他在大学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以及他有没有机会 在NBA与张簧合体 完成老爸退休前的心愿 最后我想问大家 你觉得Bronnie有办法打进NBA吗 打进的话 有办法达成什么样的成就呢 那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